镜头再回到戏址 紧邻基隆河畔的戏址城中公园 在这几年的经营之下 里头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 最近大王仙丹盛开 上万朵橘色的花朵朵开 总是吸引许多人驻足拍照留念 尤其今年花开很多 仙丹一求一求的就像是绣球花一样 当地里长志工都说很有成就感 真的好园就在基隆河步道靠近城中公园 这里一眼望去只见沿途开满了橘色花朵 真的很美 里长说这是大王仙丹三年的时间栽种 今年大开每一株都又圆又饱满 就好像绣球花一样 你看啊这边看到一球一球的话 他们都说这个是绣球花 其实这个不是绣球花 这个是仙丹 最近的这个大王仙丹开得很漂亮 那因为都是要感谢这些志工 常年的拔草浇水 还要施肥 那最近在开的这个大王仙丹 你看啊从整条沿路的话 包括说来这边运动的人 都是一直掌声说 为什么会花开得那么多 感觉了很开心啊很高兴啊 有时候人家来这边逛街的时候 来散步的时候 我们左右邻居看到我说 丽云你那个花照顾了好漂亮啊 心可你了 这些花哦平常我们都 都有在照顾了 拔草啦施肥啦浇水 一个礼拜差不多做两次 所以大家我们的志工 大家都很高兴很开心 花开真的很美 比起去年仙丹开得更大更圆 沿着基隆河一直到前东西步道 沿途万朵仙丹审开中 可能是施肥肉孝整个大开 像这一株好几颗又围成一个大圆 里长很得意 感觉到去年还没有这么大球 但是今年好像开了真的是很漂亮 你看这样一株起来的话 好多球 像这个的话 你看啊这个的话就有很多球 你看这样一株起来 也有这个也有这个 这个是刚刚才刚刚才起来 这个大概还要在一个礼拜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也感谢这群辛苦的志工 因为每天照顾 浇水拔草 剪残枝 寒冷的冬天或是阳高照都照做 对大开真的很有成就感 不过有少部分的民众随意摘彩 插在树上 让他们很心疼 夏天的话 我都是五点多钟起来 来这边来拔草 修剪 浇水 我利用这个时候的时候 拜托大家 我们这个花 我虽然照顾得很辛苦 开了很漂亮 你们很喜欢的话 请你爱护它 不要给它折断 给它剪掉 插在那个树那个厢里面 这个我们是照得很辛苦 大家看得漂亮高兴 我也高兴 不要说乱给我们拔花 真的我们照得好 照顾得很辛苦 然后它就给你拔了 然后乱栽 还有呼吁一下 有养狗的 牵狗出来的 狗大便不要栽我们的花 然后树叶去盖在狗上 狗边上面 请把它清走 我们也欢迎说 所有的续子区的区民 包括我们城中里的里民 有空的话 多多出来 茄中区的步道 加上基隆河这些步道 包括我们城中公园这边 那这一些花开了很多 包括你看啊 九重狗上个礼拜还更漂亮 那因为因为它开的 现在已经快快快快 快末期了 希望说有空的人来这边走一走 除了防汛道路两边 在城中公园里头也种了一大片 上万多的仙丹都在盛开中 简陵基隆河畔 可以散步休闲 又可以欣赏美丽河景 立场也邀请大家有空来走走 欣赏美丽的花花草草 这层慧林希致采访报道 好